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世界 首爆婴儿又要推婴儿车 常常让许多新生儿父母劳累不堪 最近在美国消费性电子展上 出现一台智能婴儿车 结合了人工智能技术 能自动前进跟搭配父母的步伐停止 遇到上坡路段还能不费力的移动重物 是带宝宝出门的好拍档 放开双手 婴儿专能自动往前行走 大大减低父母负担 近日在美国消费性电子展上 一款新型智能婴儿车 吸引众人的目光 这是Gluxkind Ella 世界上最智慧的船舶 它是由AI 和电脑视线 和摄像颜色都在圆满 以为它有360度安全的浮沫 所以它测试它的環境 而知道它的環境 所以父母可以走手 如果它不存在 当你停止 它会停止 遇到上坡也不用担心 只要轻轻地将手指放在上面 就能在上坡路段移动约45公斤的重物 思考不费力 另外 当婴儿车禁止时 还能启动摇篮功能 让宝宝安稳睡觉 父母也能获得适当休息 目前 智能婴儿车的初期定价为3800美元 预计于2023年中开始交货 祝福豪